主席 部長 村委員早安 部長早 部長 中央大學的博士生在宿舍 對 我想這是非常令人難過遺憾的事情 非常難過 但是部長 你一直說他是個案 我覺得他不是個案 我想我們大家會做一個審慎的一個 去做全面了解這樣相關的一個 這個案子的發生 我想其實在校園內產生 同學如果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相信這個當然是一個個案 可是我希望這個個案 可以引發我們做全面的思考 我也一直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導師能夠做努力 部長 以從這些太陽花學運的學生 他為了自己的未來 擔憂自己的未來 然後到博士生的這個例子 我們看到他的遺書當中 字條裡面寫了幾個字 出口在哪裡 出口在哪裡 或許他有很多的解釋 可是如果把它相較於現在所有太陽花學運的學生 為了他們的未來 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我相信這是我們現在 教育非常大的一個窘境 跟面臨的一個困窘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教育部該怎麼辦 我想我們當然要做努力 我說其實這要從兩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我剛剛這樣講 不管它是個案或者通案 任何一個案子只要發生 我想我們都必須審慎的檢討 至於針對你剛剛談到的窘境 我們必須非常認真的來看 就是說學校可以做的 就是提升我們學生競爭力 全面的讓學生從各個面向上 從人文科學素養 從他的專業的能力 從他多元軟視力的培養 我就是跟你講 這就是競爭力 校園內就是要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持續要做 今天有太陽花學運 再加上我們看到博士生 博士生 親生 這個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傷害有多大 這個當然是一個令人難過遺憾的事情 所以部長你不要再去老生重談 我沒有老生重談 你每一句話所講的都不是 依照現在的情勢 你應該去看現在怎麼辦 我們就是要努力的去提升 我們學生的競爭力 產業也要提升競爭力 我再請教一下 雙下 是 我們看到這個學運之後 這是交大的校長說的 是我們這些做教育的沒把學生教好 我想這個教育 其實他的面向 其實我想吳校長講的話 我們應該比較審慎的完整的去看待他的整個 Warding 部長 但是台大法學院院長所講的又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應該需要 其實陳委員我希望這樣看 你已經寫在那邊了 不過我也願意很誠懇的來做回應 我不願意念一下 不過我願意這樣講 其實這個社會在最近已經產生了這個對立 我覺得這個對立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讓他紓解 不是再去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我覺得大家如果在已經碰到這樣子一個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更有智慧的 部長 你應該更有智慧 聽我的質詢 我為什麼會把前面引言 然後帶到這裡 你把前面說 我們要提高競爭力 然後現在又把它把學運又變成是對立 這是錯的 我已經跟您特別講 我有一個憂心 我們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對立 我們已經在校園間 私生之間同學之間產生了對立 我們在家庭間親子之間也開始產生對立 我們一定要把對立變成對話 一定要紓解 您是不是認為我們該不該紓解這個情況 應該怎麼做 我們應該怎麼做 就是讓大家能夠包容 理性的思辨 大家能夠包容對方不同的意見 當然我們一定要努力 我們持續的 我其實您今天跟我的溝通 也就是這個方式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用一個激化 我們對立的方式去做 我覺得台灣其實要往前走 什麼叫激化對立 因為您 請問焦大校長在4月11號 講的這句話 是我們這些做教育的 沒把學生教好 這句話 不是就是一個對立的起因點嗎 我覺得其實 所以我說我們應該要更有智慧的 要讓這件事情 從一個紓解 台大法學院院長他才會說 我們真的沒有把學生教好 沒把馬英九教好 我們要一起努力的 所以有因才有果啊 我們一起要有努力的發揮智慧 讓這一個大家的對立 今天如果沒有台大法學院院長說這句話 可能大家就被台交大校長這句話模糊掉了 其實我想 陳委員 你必須這樣看 其實吳校長也很 吳校長後來也很誠懇的出來看待 把他的話講得更清楚了 你看吧 所以說我想我必須跟您這樣講 所以部長 我希望我們是用一個對話的方式 如果要校民對立絕對不是部長幫某一個校長 我不是幫某一個人 不是 是當然不是 而是你今天應該看待這件事情 我跟你說的是 今天沒有因就不會有果 今天這兩句話怎麼樣呈現出來的 我願意這樣說 因為有交大校長這句話 我們都應該來努力吧 還有台大法學院院長這句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努力的 要讓這件事情 儘量的讓他大家以後用對話的方式 大家用鼓勵的方式 我也沒有看到你的絕訓 我剛才已經跟你講了 我說我的憂心已經都急出來了 從4月11號學運退場之後 請問我們教育部做了什麼事 我跟你講 我也鄭重的呼籲 讓很多的學界或許就像 其實陳委員 你大概知道我講的話 我在我已經很明確的說 這是非常遺憾的 我已經很明確的說 學生如果回到學校去 請學校予以他的課程上 各方面趕快予以協助 讓他跟不上的趕快趕上進度 如果有知識 我已經講了 沒有清算的問題 我已經很明確的講 沒有清算的問題 絕對沒有 為什麼要用清算 我們怎麼可能去清算我們的學生 沒有清算的問題 絕對沒有 我們絕對不用清算的方式 教育部每一次遇到問題 他最後一定會有一句話說 校園自主我們都不知道 我沒有講這句話 這個是你自己講 從你嘴巴講出來的 我絕對沒有講過這句話 校園自主我沒有說我們不知道 我們還是關心校園內所有事情發展 這句話非常好 135萬學生的努力 是 部長 這是台藝大 這是台藝大 台灣藝術大學的 對 台藝大 對 怎麼樣 有警察進入到校園 我也去做了一個了解 這個了解就是說 因為他們接到說 好像有團體要針對這一個 可能學校的一些同學有不利的作為 所以說警察就進到校園 也跟學校 這麼巧 在4月7號台藝大的學生 剛剛好要把太陽花的雕塑 要用走路步行的 從他們學校一路護送到立法院來 其實自由時報已經做了很明確的報導了 自由時報已經兩邊都做了報導 這個沒有巧不巧 就是有人因為是說 可能要對學生可能會有不利 我們要了解是教育部怎麼去調查 我們沒有要去調查這個事情 我們不是去調查這個事情 我們當然會關心這個事情的發展 也知道就是說 確實是有收到這樣子的資訊 可能對學生可能會有不利的情況 你看吧 我就說教育部就會扭曲 我沒有扭曲 你今天說的會不會清算 是我們所擔憂的啊 我已經跟你講了 教育部絕對 你到時候又說 這是校園自主 又說我們不知道 而且又用其他的理由說 保護學生 你把很多事情啊 保護學生 這幾個字 你剛剛不就說保護學生嗎 片段的 我們對於學生在校園內 一定要 從頭到尾都是你自己說的 我剛剛已經問你了 你不要把片段東湊一片西湊一片 把他弄起來 這個警察為什麼會進到校園 剛剛部長就說啊 因為有接到訊息說 有人要對學生 這個是我們的了解 我們事後的了解 是嘛 事後了解嘛 那你有沒有追根究底 再去了解 是不是如此嘛 所以這是一個發展中的事情 我想我們還是持續的 會關注這個事情 還是會做進一步的了解 你剛剛說你持續就好 你又說沒有 就是就是像如同 當時候自由時報所報的這個樣子 自由時報報的 我們就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不是你們就是用保護學生 這四個字在戴帽子嗎 陳委員 警察要進入校園 有很明確的規範 他一定要跟學校 要有適當的事實 要有情況 他才跟學校商量好了 又才能進去 這是我們很明確的規範 學校警察絕對不能 隨意進入校園 我們去調出一封的公文 蔣偉林部長在101年2月23號 發給了各大學 你裡面說的 重申司法警察進入大專院校 偵辦刑事案件 警察要進入校園 就是只能針對刑事案件的偵查 這封是不是蔣偉林部長發出的封文 其實這就是很明確嘛 學校就是本來就是警察要進入 一定要有刑事 會要有這些相關的可能 現在有刑事了嗎 如果學生的安全 4月7號有刑事了嗎 學生的安全可能受到影響的時候 4月7號有刑事了嗎 當然是有可能會發展成刑事的刑事 所以嘛 部長 我有冤枉你嗎 你沒有冤枉我啊 我都沒有冤枉你 可是你講的是 我一直跟你說 我們教育部最會用的四個字 就是保護學生嘛 其實我們本來要關心學生 用保護學生這四個字 完全沒有關心學生 我們要保護學生 保護學生這四個字 就可以親蒙打後 進去校園來賓 然後去恐嚇嗎 而且4月7號 剛好是這些學生 要把太陽花的雕塑送到立法院來 有這麼巧嗎 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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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一個 警察要進入校園 一定要有很明確的規範 要很清楚的有情況 那你有去了解嗎 我一直問你說你有去了解嗎 這是你自己發的公文 請問當時候是發生了什麼刑事案件 我想我會再做進一步更明確的了解 不過我可以跟你這樣想 你一直以來就沒有了解 如果沒有形式的可能性的發生的時候 你還跟我講說 自由時報已經報得非常清楚了 這是什麼理由啊 部長 是你沒讀書我沒讀書啊 我想我們都有念書 我覺得你今天在整個過程當中 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認為的是應該找出它的因 而不是用學運 而必須把所有的問題都本末導致 其實我想因果之間 因跟果之間其實是互相影響的 我想我們也不要只從因果來看這個事情 當然要因果我們也可以來看 我完全沒有本末導致 其實是你用片段的資訊去做拼湊出一些 你自己認為是事實的一個情況 你對於台一大這件事 你從始至終都沒有調查 你還可以大言不慘在這邊講那麼久的話 這是我覺得非常訝異的 其實 再來 陳委員我會關心這個事情的持續的發展 我也會再做進一步的了解 我知道這個事情的一個情況 在所有過程當中 學生所擔憂的是 他們是不是會被接受 事後的一個處理 其實 所以部長 您剛才用 我真的必須跟你提醒一下 如果今天 所有對於學生的事後處理 都用所謂四個字保護學生 這個我們不能接受 其實陳委員 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我相信其實學生在過去這段時間的所有的作為 我想是受公平 也受法律規範的 我想一定受法律規範的 對不對 他一定受法律規範 我們一定在法律規範下來所作為 所有的原因必須找出來 而不是像部長要用硬拗的 我沒有用硬拗的 部長 常常其實是委員 常常會自己會去 會去make up story 我要請教一下 沒有人會make up story 是部長 你總是會把所有的問題去扭曲 我要請教一下部長 你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學生我們是不是在鼓勵說 對的事我們就要做 而且要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一點我同意 對的事就要做勇於表達自己 可是不能自以為是 沒錯吧 有因超過最自以為是的是馬英九 所以台大法學院院長 講這一句話非常的忠誠 我希望大家都要更有的智慧 更有智慧的 能夠讓這個已經的對立 能夠變成疏解 我希望大家都要有智慧的 來做一些事情